你要把对方逼出来 让对方感觉在自己的身后 总是不断的发凉 当比赛达到这种程度 中国队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 刚才的这十来分钟左右的一段时间 就法国队开始踢的有点毫无顾忌 大兵压境 恨不得都已经压到了你这个禁区附近 这档比赛呢 从法国队来说 没有什么可练的 就是练的进攻 你说咱们他在这个时候要找不信 而且面对中国队的时候 他需要什么呢 需要就是打出更多熟练流畅的配合 有更多射门得分的机会 另外呢就看哪些队员呢 能够在联赛大赛之前呢 能够尽到有感觉多进球手败了 刚才白磊呢也是在回防啊 还没来得及 没有在位置上突然 这个荣耗把球就断了下来打反击 刚才白磊插上的时候 球呢荣耗稍微传大了一点 如果说法国队今天想去练进攻的话 那么到目前为止 中国队扮演了一个很好的 推练的一个角色 嗯 赛尼亚身体很强 这个队员 说白了就是啊 身体素质很好 体能充飞 该慢连用他也是 福克森用他 就是让他上下不断的跑 能攻上去能攻得上去 防守能回断 你看李维尼达的位置 对不对 赛尼亚应该是 小军阿斯纳 嗯 而左边方位呢 埃弗拉 是慢连的 感觉啊 今天中国队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啊 打身后的机会不是太多 嗯 面对对方正面防守 背身拿球的次数比较多 而这一角球转移的也很危险 中间的前卫要接着及时 法国队你看今天 可能到事业杯比较 真的比较太长当中啊 他防守的区域不会这么大 但是他在今天的这个中间场呢 不断的给中国队施压 在中间场呢 你看 一丢球 或者中国队拿球不稳的时候 马上啊 就开始在小范围啊 开始这个紧逼 是吧 而且靠近球的队员 抢得很低 看那球 机会不错啊 身体很强壮 一回来啊 传回到点球点附近 后面的队员没有跟上 嗯 这也就是法国队 现在这套阵容 为人们所诟病最多的 就是你看似打的是一个 攻势足球的阵容 但实际上你的进攻效果 并不是很好 嗯 就是多梅内克 如何在短时间之内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们经常说要给队员去 有调整的时间 和磨合的时间 这是话要这么说 但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 迫在眉睫 对 如今的法国队 已经不像四年前 那些世界杯的时候 被人看好 大家认为是夺客的热门 你说现在 呃 这支法国队 或者上街世界杯冠军 意大利队 啊 有多少啊 这个媒体 包括球迷人 能够在读总他们 认为他们仍然是 这一届夺冠的热门 我想更多人可能更支持 西班牙啊 包括巴西队啊 甚至英格兰队 哦 敲在了脚盖上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完全是靠身体 对 应该是加拉 在身体的对抗上 你看之前的边路 有一次跟李贝里 也是同样的道理 确实 这种身体的碰撞 咱们还是有些吃亏啊 嗯 所以现在真正打到前面 你看现在法国队呢 想找阿尔尼尔卡 嗯 考他做球 但是之间同样的配合呢 现在打不起来 这种渗透啊 就没有了 联系之间 联系就没有了 再加上真是法国线 封线上 甚至两个边路 这个进攻行的前面 没有速度 没有速度 快攻打不起来 看这个 总统能够渗透进去 是吧 还得拿马会拿 要让赛尼亚有速度的话 那这中文 哎 哎呦 有危险啊 应该处在右位队上 像赛尼亚这种后插上的 进攻行的 这种助攻行的边后卫啊 需要前卫能给他传球 但是现在呢 呃 李贝里扯在左边比较大 古尔库夫 呃 马鲁达有的扯到右边 拉到边的很开的话呢 就已经把边后卫助攻 这条路线路啊 已经堵死了 跟李贝里又是一个身体上的 直接的接触啊 白蕾这一次还可以 图拉朗大脚的转移 中国队的防守阵型 站得还是不错呢 看看歌舞 歌舞现在的这种竞技状态啊 确实不容乐观 对 运气不错 这就其实船的不很好 哎 咱们要把速度打起来 啊 余汉超 中国上来了 看能给余汉超 有人拉人动作 图拉朗呢 也看余汉超突然想 啊 启动摆脱他 这图拉朗也是挺狡猾的啊 把余汉超也拉倒了 你看高林 之前跟这个加拉两个人对抗也是 还是感觉就是咱们 就是肌肉的爆发能力 并不是很强 就是聪明的前锋 现在他怎么踢呢 就是不会去跟你的强壮的 这个中后卫 硬生生的进行身体上接触 靠着爆发力 把球蹚出去一步 就完全把你甩开了 如果真是靠蛮力的话 你看阿尼尔卡 还是来到边路威胁更大 对啊 所以现在反复队阵型打得就有点乱 就感觉你看阿尼尔卡 他这边应该是谁 应该是歌舞 他一来等于把歌舞给挤掉了 对 而换成了马卢达 来到中路来包抄 当然您可以说 法国队的阵型是踢得非常的活法 踢的变化很大 就是谁都可以打 来回来去的变化 对对方的防守是个问题 但如果你基本的进攻套路打不出来 还是受影响比较大 这个投球也很危险 来自于拉丁系这种风格 足球风格的国家 球踢的都是比较活 是吧 咱们说 他们就所谓他们的文化 思维方式比较浪漫 所以他们在足足比较当中 踢的也不是很古板 是比较有激情 比较活奋的足球 大部分法国球员可能对中国队教授 可能都第一次对中国球员那种特点 比较陌生 但是唯一的就是人家 单念头是阿尼尔卡 肖黎曼城的时候 他曾经跟孙继涵 是对的 是吧 他我觉得对中国队员的这个 这个踢球的风格呢 还是有所了解的 高林回撤拿球 咱们这球一定要力争往这个弱策去转 人越多越往哪传 法国队的这种 阿尼尔卡 只要川普好上去赶紧抢 我觉得在世界杯当中 法国队在防尔当中 是不是真是把自己的防区 提前到自己的进攻三区开始的防尔 给对方压力呢 是值得质疑的 他这支球队呢 我觉得他还是首先呢 要注重对比较控制 控制什么样 包括体能 他要真是全场打紧低 完全就是带九十分钟快速攻防 我觉得他这种体能的消耗 这个他这个大部分球员呢 还比较年龄还比较都比较大了 所以应该我叫这么大的话 多美内克呢 我觉得是不赞成 刚才这个球吹了埃夫拉 可能是灯榻 然后随后有一个附带的犯规动作 打了三十五六分钟 你看咱们没有十分 已经说今天跟法国队交手 法国队已经我觉得尽了全力啊 可能是他们说 他不是说去玩命拼了 但是队员呢 想打好 是吧 现在尽可能的是尽全力了 争取进球 但是现在还没有破咱们的门 所以法国队在出征之前 想用一场大胜来祭祭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是啊 今天中国队整体踢的非常好 而且前场的那个定位球 脚球 也不输给队场 几次 定位球脚球的落点 开的也非常好 但这一次很危险 歌舞带球打反击 你这里插了 插得很间接 传的呀 稍微有点慢 并不是第一时间把球送出去的 背后又拉人 李贝里速度已经降下来了 你等他再往回收 歌舞的球才送出来 那时候正好白磊呢 是身体的速度已经起来 能够用力 李贝里的相反的力呢 已经卸了 就是这样呢 看着咱们身体上接触了 并不吃亏 门奖曾成 今天的表现也是不错 这个体育场不大 但是今天你看坐无需席 法国队来了之后 这应该是法国队第一次 来到这个琉尼望岛 来打比赛 而且大家对这个岛的地理位置 不是很熟悉 对这个岛的这个风阻人情呢 可能更不熟悉吧 可以给大家介绍 刚才从咱们中国队 有这个比较好的表现的 同样有观众给咱们 这个鼓掌加油 叫好的时候呢 我想是更多的是 当地的华侨 因为当初我们去这个岛 访问的时候 也是受当地华侨 这个社团的邀请 所以当地的华侨 请不吝点赞 订阅